对于基隆捷运最新进度 交通部长王国财在参加东安邮轮广场 穿街工程开工时表示 第一阶段从南港到巴都 一季最快明年第四季动工 至于外界关心的第二阶段部分 王国财也保证一定会做 而且会进入基隆市 目前正就最关键的路南部分进行规划 我们从南港到巴都的第一阶段 那现在送到环保署 然后我们这个希望在明年的第四季能够动工 第二阶段也一定会做 只是我们没有分阶段来做 那一定会进到基隆市来 那现在主要进来就是路廊 要找哪一条路廊的问题 我们因为不希望说有太多的拆迁 所以先到巴都 但是进到基隆市 这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规划当中 这一定会进来 王国财进一步说明 基隆捷运分两阶段是很常见的做法 包括台北捷运及新北捷运 都有这样的规划方式 主要是让人做的先做 提升效率也加速满足地方需求 整个到巴都这一段是 一切包括用地都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动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过去的捷运建设 太多有这个状况了 它有所谓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如果在第二阶段它碰到太多的阻力 你把第一阶段也挡住了 那这样我觉得这个不大有效益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做到巴都 然后巴都要进来这部分的确 牵涉到路廊的拆迁的课题 大家可以想象 要进到这个基隆火车站 这个所有的用地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是这样先跑到巴都 然后这段时间继续 不要让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部分 来影响到基隆捷运 因为现在决定要做 我们赶快先把第一阶段做过 再做了 过去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台北的环状线 它也先做一款 然后慢慢把它接起来 与基隆市长 牛叉合体进行扫接拜票的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 蔡世英普通表示 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正在进行路廊规划 也有结果 交通部就会跟基隆市政府 及基隆市民做说明 因为涉及到路网的部分 以及涉及到房屋 是否要拆迁的部分 所以现阶段交通部的铁道局 正在做可能潜在的路线 正在把它罗列出来 那罗列出来之后 我的理解是 未来会跟基隆市政府 以及基隆市民来做说明 那由基隆市民 跟基隆市政府 做最后的决定 蔡世英直言 基隆捷运喊了二十几年 终于在基隆市长 牛叉合昌与他的手上定案 他会继续努力 一步步落实 原基隆人数十年的梦想 过去国民党 时代做不到的基隆捷运 在右昌跟世英的手上 我们一步接一步的完成 那我觉得 这就是过去国民党 亏欠基隆人 而右昌加上世英 以及我们的基隆队 把这个捷运 在我们的手上定案 也一步一步的落实到 基隆人的生活当中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